欢迎订阅我的名字 收藏由金星啤酒冠名的武林峰 这里是WRF环球拳王蒸发赛 走进浙江温岭 本场比赛是由温岭 紧红国际博地俱乐部主办 温岭呢虽然城市不大 但是小而精致 这个花园般美丽的城市 它是全国的摆墙县市 也是全国的明星县市 这次我们已经是第二次来到温岭了 去年比去年还热烈的掌声还在不在 那么下面我们将见到这一场 中国对泰国男子75公斤级的比赛 我们有请本场比赛的蓝芳 来自中国松山少林泰拳馆 曾获得泰国加拿农全场80公斤级 金腰带战尽106战85胜21负 38次KO 有请 帕瑞勇 全身鼓励 帕瑞勇 接下来有请本场比赛的 红方203年 WRF75公斤 召集接腰带游泳者 来自大动向 有请 孙维强 召集 孙维强 红方 来自大动向 不及俱乐部的孙维强 蓝方是少林泰拳馆的教徒 泰国的帕瑞勇 这是双方的第一回合的比赛 两位选手都很擅长拳法 泰国的帕瑞勇 因为我们一看他上这两个看出来了 很擅长拳法 像这个泰国运动人 能擅长拳法的选手还很少见的 真的他们更多的是喜欢利用低扫和西法的进攻 但是今天这个 帕瑞勇我们看他的后扫腿的量 是吧 只是我们通过他后扫腿的不同的高度来断定 他是这个低扫 低扫和高扫 我们打到腰上 这是中扫腿 如果打到头上 这是高扫腿 打到腿部 就大腿和小腿 我们这是低扫腿动 你看 他这个 知道你孙维强往上扑 我就吸气动动 可是很重的 很重的 很聪明 这样就也使得孙维强 如果你再这样冲的话 那么你冲吧 你就后手之间打得好吗 那么你只要冲进来 我就抱你 所以刚才这个中扫腿打得非常好 是吧 就打你帕瑞勇的这类伍 很小 很具有杀伤力 因为帕瑞勇你是想准备来 往我前中手迎进去 袭击我 但是我 率先出腿 刚才中扫腿打得非常重 所以我们说一个优秀的运动员 他在一场比赛里面 他的一个时机的把握 这个时机就是瞬间的 因为我们看到 帕瑞勇的这个 左侧的内部已经被踢子了 就是刚才孙维强那一腿 那一腿 非常重 第一回合已经倒计时 就是那一腿 使这场第一回合的比赛 出现一个转折 好 好 Go 观众第一回合 比赛见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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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之所以好的都有力量 是吧 打击力量 这种打击量我们说是一种拳法和腿法 你看刚才这个高扫腿的动作 这个趴瑞勇就不如斯文维强打得那么干脆 更具有杀伤力 他打得很粘不够干脆 下皮 左摆拳 连击动作 前之后之 加上高扫 对 那么从这展上 从拳腿的一种组合 就从刚才那个小组合 我们看到 宣伟强的能力要高于队的 太拳手 这个趴瑞勇 你像趴瑞勇逼到一个脚上 打个小的组合 但是他都是有单机的没有连续的组合 左摆拳 你像孙雄维强只有联系动作 而我们看着蓝方拳手 趴瑞勇 他说单机 他没有连续 你看又一个前手拳后面后拳 然后了不起抱住人头 自己动作 是吧 那么从这点就是双方的这个 目前的体能和你的训练的质量 毕竟这个趴瑞勇 现在是在照应全馆当这个教头 只能利用一些越野的时间 进行这种训练 但是训练明显不是特别的系统 现在打击力量下降了 高扫上头 再来第二腿 对 现在你不是高扫上头 那么我对不起 我给你低扫 好 刚才双方 刚才那一个组合的话 就是一个 比的是一个脑子 是不是 你 怕你刚才两个高扫在上头 那么我 苏文强说 那你告诉我 我不给你拼高扫 那我低扫 我让你五指生腿 就扫不动了吧 是吧 然后我再 发球下一轮的进口 这就看到一个选手的一种变化 这就是临场的一种变化 我不是跟你打一拳 双方这时候是真心一种体力的调整个恢复 已经倒计十二点十秒 第二回合比赛时间到 出大地往低 不要出高扫 出高扫 这还给我来打电子 打电子就来 出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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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低扫 出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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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进 出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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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来千万全 tag 现在大家看到这是一场男子七五年级的比赛 红方斯文强来自大方向围巨过 蓝方是来自少林泰拳四维会的趴瑞勇 我们的第三会合 我们通过双方的前两会合 已经能够看到双方的这种各自的技术优势 像斯文强能够联系这样的 像他那种联系几个前的联系动作 而蓝方选拳趴着一种单击和一个袭击动作 就像这里这是他的一个杀战武器 很漂亮一个组合 但是像他这种组合太少了 在这场比赛里面太少了 他如果能够连续的出场三到四拳的话 这场面就不是这样 就不是这样 我在局间休息也看到 帕阳的教练团队告诉他 你在这回合比赛里面可以改用的 可以把他先进攻可以用低扫骨 但他更喜欢击击和高批 就是你其他你再告诉我 但我就有一种条件反对一种习惯性的动作 我就没有了 看这场比赛很好看 我们也能够看到这种打击力度的这个 抬拳选拳手 你看孙雄强的这种联系的组合拳的动作 是吧 反正能够打到四到五拳 而派出一拳根本没有 最多两拳 他不会打到第三拳 你看孙雄强在出拳的速度上明显高一派 这连击组合 这两双方在拳法的一种差点 我们已经听到这个帕瑞勇的这个教练 传统告诉他 基本上他是一个教头 但是他也有他的同伴告诉他 不要打高边上头了 你用低扫啊 到今天比较早 现在帕瑞勇还没有一个低扫出现 像这种暴缠的这种心愿出拳 没有任何的杀伤力 既消耗体能还没有杀伤力 要想方式把控制好距离出动作 这场比赛打到现在来看没有选拳 应该是红包 孙雯强皇上 但是这个篮方 但是少年泰拳短的哈人也给我们留下 挺真的运向 因为作为一个泰拳手 有这么少的权手 在我们这台当中还不多见 但这个选手就是一个低扫的西马 大技时了 应该红包选手 幸好 谢谢 兔布 感谢观看